各位朋友 各位弟兄姐妹 你们好 我们有机会 也有福分 一起来学习诗篇 许许多多的人 尤其基督徒喜欢所诵读的 那么我们今天会学习113篇 有圣经的 请跟我一起打开 能够读一读113篇 这里说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耶和华的仆人 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从今时至到永远 从日出之地到日如之处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 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 他的荣耀高过诸天 谁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呢 他坐在至高至处 自己谦卑 观看天上 地下的事 第七节说 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 从粪堆中提拔穷法人 使他们与王子同坐 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 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 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这篇诗也很有趣 也很有意义 那么常人所写的诗呢 多数是怎么样 描绘自然界或者历史 歌颂或者评级社会及人群 赞美或者记录某些事物 表达个人的各种喜怒哀乐 爱无欲的这种感情 偶尔也有颂扬先祖和神灵的 但圣经的诗篇呢 即使内容我们说五彩缤纷 各种各样 就去本质来讲呢 都是赞美上帝 这首这个赞美诗 跟以下的五首呢 合成一组 从113篇 每当犹太人的大的节日 比如说 月节啦 五训节啦 祝鹏节 都会唱这些诗 据说 主耶稣和门徒 吃月节的晚餐以后 所唱的也就是这个诗 甚至知道今天 犹太人还是喜欢唱这些事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是诗人呼召人们都来赞美 那与人有亲切关系的耶和华 那位有怜悯 有恩赐的上帝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 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上帝 我们要赞美这样一位上帝 这里说 耶和华的仆人啊 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 如果说上帝的百姓要赞美上帝 那么他的仆人就应当加倍的赞美神 歌颂他美妙的圣名 这里说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从今直到永远 称颂的声音很多我们知道 但称颂者是不是由心而发呢 而被称颂者是不是受之有愧呢 这是一个值得令人思考的问题 尤其在今天的时代 很多人喜欢拍马奉存 但很多人厚颜无耻 接受这些称颂的 其实完全不配的 我们受造者对创造主的赞美 我们背熟的人对救赎主称颂 不但是自然的 而且是应当的 世界上有的人今天被称颂 明天可能被唾弃 而上帝是永远配受赞美的 我们个人称颂的声音 随着我们生命的告终 就会仔细 但上帝呢 他是永远长存 历代他的儿女 都会经久不息的 怎么样 赞美他的圣名 从日出之地到日如之错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 我们说现在全世界有二十几亿的基督徒 就于我们教会讲 在目前都有近两千万的信徒 能够如果有机会参加五年一次的全球代表大会 就有这种感受 比如说 这个2015年全球代表大会 就有来自世界上两百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的人 穿着各种的民族服装 用着各种不同的语言 但是都是称颂赞美上帝 祷告的结束的时候 都说阿门 阿门 这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场合 所以从日出之地到日如之处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 一度所谓的大英帝国说 日不落国 但今天呢 他的势力影响都已经逐渐的比较消失了 那么唯有上帝是永远的 终日赞美主那首圣诗呢 很好地表达了这一诗 他之所以能够被人所称颂 因为什么呢 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 他的荣耀高过祖天 主耶稣在世界上 则被法利塞人他们互相求荣耀 但是呢 人出于土 还是要归于土 草被枯干 花被凋谢 唯有上帝超乎一切 他的荣耀 也就高过一切 这里说 谁像我们的上帝呢 他坐在至高之处 但感人呢 是说他自己谦卑 观看天上地下的事 耶和华上帝 不是高高在上 与人各自立位 他跟他所创造的人 以及生物呢 可以说是修习相关的 他屈尊降卑 甚至在基督里 他道成肉身 他虽有上帝形象 不以自居上帝 同等为抢夺的 为把持不舍的 反倒虚极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式 就自己卑微 耶稣基督来的世界上 就充分的应验了这句话 再进一步 他既不是 人眼相看的人 也不是一个旁观的人 他说 诗人说 他从尘灰里面 抬举贫寒人 从奋队当中 提拔穷法人 这句话我深有体会 圣经又讲 他本是富足 却为我们成了贫穷 使我们因着他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 上帝 虽然曾经 拣选过富有的 亚伯拉罕 约伯 波阿斯 但也绝对不越过 贫困的路德 被人歧视的拉赫 或者是种树放牙的阿摩斯 打鱼的彼得 让他们成为使徒 先知 或者纳入基督的家谱 成为他的先祖 上帝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的 是凭着身世 靠家财 但上帝是看人心 而且往往世界上的穷苦人 更加容易打开心门 接受主 自觉卑微人 更加愿意顺服主的安排 正像主所说的 主的灵 降在我身上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做诗人 也是这样讲 使他们与王子同坐 就是 与本国的王子同坐 约瑟 从建议里面提出来 在法老一年之下 却在万年之上 摩西从水中被拉上来 与法老的公主一起生活 但与从狮子坑里面被救出来 列在所有的官吏之上 最奇妙 是怎么样 这些蒙拯救的罪人 有一天 要跟基督一同坐宝座 一同坐王 这里说 她是不生育的夫人 安居家中 为多子的乐母 在先祖的历史当中 在哈达的身上 在不毛之地 在软弱的人 玉珠的人 卑贱的人当中 上帝拣选了他的百姓 兴起了 成为大群 这都体验了 这句经文的一个应许 所以 这里说 你们要赞美耶华 为有这样一位上帝 我们岂不高兴 岂不要赞美他吗 他的威荣 尤其是他的恩赐 是配得历代 为那些 看见他奇妙作为的儿女 所称颂的 愿在所有称颂上帝的声音当中 有你有我的声音 请不吝点赞美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美他